一个85年出生的四号位 一个是88年出生的七号位 保罗初入联盟几颠峰 第三个赛季就在MVP票选中排名第二 生涯错失无数荣耀 屡次因天意错过手捧总冠军的机会 如今35岁的年龄 依旧带领着太阳年轻的未来 在场上拼杀奋战 库里从平凡普通开始自己的生涯 三年级遭遇生涯重伤之后开始蜕变 两座MVP奖杯 三座总冠军奖杯 无数荣耀拿到手软 在面临球队最低谷的时期 今天的他也同样带领一帮年轻角色 在球场孤独的战斗 我是游泥哥 讲述有关篮球的故事 说起保罗和库里之间的故事 那就要从2014年的季后赛首轮开始 那是他俩第一次在季后赛碰面 如日中天的空街之城 对阵年轻的勇士 库里已经开始展现居心风采 而还没有三十的保罗 依旧是联盟顶级空位 从那一年开始 他俩的故事就正式开始了 快船时期 火箭时期的克里斯 都是在球队的巅峰时期 而勇士已经是总冠军标杆 在所有的抗勇大队中 保罗算是其中的先锋 霸气外漏的他有面对库里 投中三分的抖尖名场面 而小学生青涩的面旁下 藏着的同样是争强好胜的奥古 狂刀保罗无解三分回敬对手 同样让所有球迷而说能下 如今都已过而历之年的他俩 在今天的比赛中 却没有了当初争锋相对的锋芒 保罗尽职尽责 输理着球队的攻防 而库里则用进攻端的27分 填补着勇士目前缺失的进攻火力 库里赢了数据而保罗赢了比赛 没有了曾经的虎花四剑 两人在新环境中 各自做着最正确的事情 在30多岁的这个年龄中 两人再次踏上冲击总冠军的征程 面对联盟崛起的新势力 曾经的两位顶级后场 还能续写多久辉煌的生涯